今天來測試一下這一個10到20的拘禁 我們來看一下如果拿來當作GoPro來用的話會怎麼樣 來錄一段好了,順便跟大家分享 邊走邊拍的話其實是蠻穩定的 但是你不可以有劇烈的左右搖擺 會產生一個暗角 所以這個東西拿來當GoPro使用的話是非常適合的 然後你在室內的話你就使用三十分之一秒 這樣子的亮度會比較好看 那你在戶外的話你就使用AV模式 就可以解決那種過亮的問題 好,那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如果跟娃娃自拍的話 要開始呈現這樣子的模式 所以這個東西拿來自拍真的是很方便 不過單手拿還是有點重啦 還是要換手一下 這都是蘆蠣情操 這都是蘆蠣情操 所以這一台剛剛的一路測試的話 你只要不要做這種這種大弧度的擺動的話 黑邊是不會出現的 那你如果單純拿著這樣拍的話 它其實已經可以跟接近GoPro那樣的穩定 當然還是要拿穩啦 它還是沒有像GoPro穩到那種程度 GoPro還是最穩的 但是它的畫質一定是比GoPro好非常多 因為這一台是全片補的 然後走的是十端的超廣角 所以它是非常接近GoPro那種質感 這個東西完全可以拿來當作一個完美等級的GoPro來使用 不過還是有點重啦 畢竟比GoPro重蠻多的 這就是目前也算是最小的全片補 大幅提升的早期人家拿R5啊 拿家人的R5或者是說拿那種6D那種時代的 那種重量都已經省去很多了 而且又加了一些真紋4K高速慢動作 這些東西都非常重要 非常好用 那我個人會覺得說如果你預算非常充足的話 這一台搭配一個十端的鏡頭 是非常值得的 讓你有高質量的GoPro可以使用 就是這種概念 好 那這個就是今天的短片喔 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這一台Sony的ZV-E1 大家都說ZV-E1 ZV-E1很難唸 那你就把它唸做ZV-E1好了 這樣會比較好唸 不應該 clic的 C-4V-E1 你問… 綠三塊 … … 中文字幕——YK